這次準備了很多資料的查詢方法 所以分成上下集 法國遊學要花多少錢 歡迎光臨,我是Cida 8月的時候會去法國遊學 所有的花費總共分成了七大項 第一課程 在上個影片有提到 我是在法國文化協會 法協報的遊學管道 可以上法協的法國遊學這個選項 然後點巴黎法國文化協會 可以直接按這個 然後這邊就會有課程下載 這是2017年的80課程表 最長的課程是每週二十小時 這邊 記得之前他這邊有寫說 除了七八月份是有米字鍵的這樣子 然後他只有這個 當時我問的是 連這個六個小時的課程也都沒有 像是如果你想要上二十小時 然後一個月這樣四週的話 就是九百六十歐 三萬兩千六百四十元 沒錯 這只花在課程上面 除了課程的費用 他會需要再加上手續費 費用呢 包含打國際電話跟銀行匯款的手續費 在報名繳費之前呢 需要付一萬二的訂金 完全都確認完 他會再扣掉訂金 然後你再付這個錢 台北發協坐到捷運公館站 二號出口出來之後 左轉一直直直走 就可以直接到達囉 進去之後上到二樓 在櫃台就有工作人員可以解答 所有關於課程跟遊學的所有問題喔 接下來是二 住宿的費用 住宿的話我在這裡非常推薦 Airbnb的網上非常好用 也比其他飯店啊 其他住宿的價錢更便宜 最重要的我們是先上網查 在巴黎哪一區是比較安全的區域 三 飛機我搭的是中國航空公司 因為這是我在買的時候最便宜的機票 機票因人而異 看你喜歡跟需要什麼來自己決定喔 這次準備了很多資料的查詢方法 所以翻成上下機 字幕製作人員 字幕製作人員 字幕製作人員